深圳本土电影《内幕风暴》 输映里日渐在皇帝广场举行 导演陈俊玲及主创团队 主要演员当天琪琪现身 《内幕风暴》主要讲述了 成禄 成禄女友阿蒂 杨成忠 杨成忠妻子白真 四人修订情仇 爱恨交织的故事 影片名为《内幕风暴》 除了指本片故事情节上环环相扣 内幕重重外 也寓意这部深圳本土影视青年才俊团队打赞的精品 必将会在深圳先进一场电影梦想的风暴 同时通过影片对人性内幕的刻画 引发人们在面对爱恨情仇 利益诱惑时 人系黑暗面的思考 发人深省 《内幕风暴》不仅在剧情上完成了一次超越 在画面与动作上同样做到了绝对的精彩 游艇追击 高楼悬挂 标车对撞等精彩刺激的场面 让观众在为悬念重重 缓缓相扣的精彩剧情 而心潮起伏时还能欣赏到寒暢淋漓的动作场面 同时 《内幕风暴》主创团队在首映里上 还发布了《内幕风暴2》的制作计划 游户全了 深圳报道 深圳本土电影《内幕风暴》 首映里日渐在皇帝广场举行 导演陈俊玲及主创团队主要演员 当天琪琪现身 《内幕风暴》主要讲述了成禄 成禄女友阿蒂 杨成忠 杨成忠妻子白镇 四人收听情仇 爱恨交织的故事 影片名为《内幕风暴》 除了指本片故事情节上缓缓相扣 《内幕重重》外 也寓意这部深圳本土影视青年才俊团队打赞的精品 必将会在深圳先进一场电影梦想的风暴 同时通过影片对人性《内幕》的刻画 引发人们在面对爱恨情仇 利益诱惑时 人性黑暗面的思考 发人深省 《内幕风暴》不仅在剧情上完成了一次超越 在画面与动作上同样做到了绝对的精彩 游艇追击 高楼悬挂 标车对撞等精彩刺激的场面 让观众在为悬念重重 缓缓相扣的精彩剧情 而行潮起伏时 还能欣赏到寒暢淋漓的动作场面 同时《内幕风暴》主创团队在首映里上 还发布了《内幕风暴2》的制作计划 有过真了 深圳报道